后疫情时代 可能许多生活在海外的华人 都已经对直飞中国的航班 失去了曾经的希望 一心盼着疫情结束后 民航能够恢复至疫情前的繁荣 但几年光景 实际的表现早已磨灭了大家的耐心 现如今 许多归国有子的第一选择 恐怕都是辗转各国 最终抵达目的地 只因那张直飞机票的价格 让人望而却步 尤其是生活在美国 加拿大的华人 群体需求庞大 但航班量始终没有恢复 更加苦不堪言 但就在昨天 加拿大运输署 一则刊登在其官网上的公告 似乎要吹起 疫情以来全面大规模复航的号角 加拿大运输署当地时间28号 在其网站发布公告称 在加拿大交通部长 和外交部长的指示下 撤销了2022年2月3号颁布的 中国大陆航司 每周飞往加拿大 总计不超6个往返定期客运航班 即禁止北京直飞 加拿大客运航班等限制措施 自2024年10月25号起 移出对中国国际航空 首都航空 东方航空 南方航空 海南航空 四川航空 厦门航空等的限制条件 这意味着 疫情后 比中美航线恢复还要缓慢的中压航线 正式开闸 疫情期间大量中加航线停飞 但疫情后的恢复缓慢 原因是加拿大对中方航司的增班数量有限制 中方航司的航班总数 要与加方航司对等 每周不超过6个往返客运航班 根据航班管家的统计 目前直飞中加航班的国内航司主要有6家 分别是国航 东航 南航 下航 川航和海航 疫情前 曾飞加拿大的首都航尚未恢复中加航线 而加拿大方面只有加拿大航空一家在飞 截至10月29号 中加航线的恢复率只有9.3% 比中美航线的恢复率还要低 航班供不应求之下 中加航线的票价长期居高不下 上海至温哥华的经济舱都能卖到2万以上 而此次加方解除对中方航司的限制 意味着中加航线有望大幅增搬 对此 第一财经的记者从相关航司了解到 目前多家航司已经获得了增搬额度 正在申请增搬计划 那本次公告发出后 预计将增加的航班班次到底都有哪些呢 根据已知信息 加拿大航空公司AC2526 温哥华 往返 上海浦东 将从每周四班增至每周七班 此外AC2930温哥华往返北京首都 将从每周零班增至每周七班 而在中国航司方面 国航CA997-998北京首都往返温哥华 取消京廷沈阳 从每周一班增至每周四班 东航MU207-208上海往返多伦多 从每周一班增至每周四班 南航CZ311-312 广州白云往返多伦多 从每周一班增至每周四班 海航HU475-476 深圳保安往返温哥华 从每周一班增至每周两班 川航3U3859-3860 成都天赋往返温哥华 从每周一班增至每周两班 最后就是下航MF805-806 厦门高旗往返温哥华 从每周一班增至每周两班 加拿大的全面复航是否会带动邻居美国的歧视呢 的确 有民航业内人士认为加拿大恢复航班 标志着欧美航线已经全面进入恢复阶段 预计航班量将分阶段恢复票价明显下滑 旅客出行更加便利 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 同在北美地区的美国航司 目前对恢复中美航线仍然动力不足 早在今年2月 中美批准的航班航权计划是 中美双方航空公司原则上 共可运营每周一百班的定期客运航班 其中中方五十班 美方五十班 如今大半年过去了 中方的六家航司早已把每周五十个航班飞满 美国的航司则到现在都没有将50个班次的额度用满 今年5月 达美航空更是将上海至底特律的航班 由美洲三班加密至美洲一班 而美联航则在8月底才恢复了 美洲四班上海直飞洛杉矶的航线 目前最新的消息是 达美航空宣布将于2025年6月 恢复上海普通至洛杉矶的直飞服务 每周三个班次 意味着达美航空的新增航班计划 需要到明年的下个航季才能开航 在十月底开始的新航季 达美航空和美联航都申请继续推迟恢复 原本在异性前曾经持飞的中美航班 除了绕飞俄罗斯领空带来的成本增加影响 需求方面的变化 也是美国航司增搬动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美联航CEO近日在电话会议上就曾指出 目前的市场状况与之前大不相同 我们非中国的航线客座率并不高 基于目前的需求情况 我们不会在短期内大幅增加航班 由于实现对等原则 美国航司不增班 意味着中国航司也不能继续增班 根据航班管家的统计 截至上周 中美航线的恢复率仅为26.4% 不知本次加拿大的大刀破夫 是否也能给美国打上那么一针强心剂 如果美国航司能够在新航级迎头赶上 那相信会有一大批蠢蠢欲动 等待回国的北美华人们 都能在明年春节与家人在国内团聚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